但是不提倡 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不健康 特别是我这种不吃早饭的 老说胆结石 实际上我家先生是天天吃早饭的 他是胆结石 我呢现在非常 而且我呢 我觉得我是有个健康的记忆 因为我的老妈妈95岁了 现在还很健康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刚才想问问题的 想请教一下 如何保持美之道的 我想问你们穿的是高跟鞋吗 肯定啊 哇这根子也不低 哇好厉害 那你们这个 对走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有腰疼啊 或者是怕万一扭到了 有着担心吗 没有 我我练这个已经有十 十一年十二年 十一年 穿着跑都行是吗 可以反正走 谁吃饱了撑着穿着高跟鞋跑啊 走快不可以 不跑不跑 先生上台来吗 和我们一起走也可 啊来呀来呀来呀 来来来来 走一走 年龄也比较疲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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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三两位男士来来来 呃潮汐徐磊来 那个丽大爷你把你的背直一点 是是我也觉得我还没有他们直呢 对呀你那个背真的是弯的 来听烦奶奶指挥啊 这么样看觉得 浩阳这会儿特正经 好和谐啊 好和谐啊 他人家转得像个模特 感觉浩阳处就哪儿 除了脚会动之外 哪儿都不会动了 来呀 什么叫僵硬 这就是丽浩阳 这就是丽浩阳 这潮汐啊 这两步走的 真的比丽浩阳好 小心了 对 潮汐走出了昏迷的脚步 潮汐一个粗暴的男人 终于变温柔了 我早过一早过 我才中过 每个幸福的面容 徐磊有点晃畅 雷哥你别怕 我们雷哥找得特别好 今天都没有顺快 顺了 这就是丽浩阳 顺了顺了顺了 这些坏人 影响别人走台 来 我们请三位 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说一下感受 来 潮汐你先来 我先说啊 我觉得我有一点像那种 跟一个厉害的妈妈 在一起走路一样 然后管得我这个 束手束脚的 大气都不敢喘 我在走的过程中啊 完全没有觉得是一个 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走在我身边 我觉得就像是一个 年轻的模特一样 她的整个的气质啊 还有的穿着啊 包括她跨着我的胳膊 的时候那种感觉啊 我觉得 哎呀 我觉得就像是 走在T台上一模一样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 被照顾的那种感觉 这位大姐其实一直在告诉我 应该怎么配合 什么时候开始走 因为我不太走舞台啊 就是我是特别紧张的 但是在这种被照顾的感觉 它其实特别好 就是走着走着 你会有幸福感 谢谢帅哥啊 他没叫我老奶奶 我特别高兴 叫我姐姐啊 因为我在工作单位 老总都叫我姐姐 谢谢大家